美空军部长称高超音速导弹太贵 不要跟中国比较 据美国空军官方网站15日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表示 高超音速导弹的高成本 可能会促使美国空军未来只保留少量库存 改为更多依赖其他类型弹药 比如低速巡航导弹 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有多贵 肯德尔并没有细说 不过路透社此前的报道说 正在开发的下一代超高速导弹 目前单位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 而美国现役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的 美枚导弹的成本不到500万美元 肯德尔还表示 高超音速武器的价格在短期内不会走低 因此 我们更倾向于储备相对较少的高超音速导弹 不过此事仍有待观察 希望我们能逐渐将成本控制 在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水平 同一天 五角大楼发布了一份有关美国国防工业基础 内部竞争的评估报告 警告研究高超音速专业技术的公司太少 从而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 据悉 美国军火商巨头洛克 西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 都在为五角大楼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五角大楼2022 财年的高超音速研究预算请求为 38亿美元 高于前一年的32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事务的副部长徐若冰 此前也曾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会议上说 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推动 让高超音速武器更实惠 但从肯德尔的最新表态可以看出 美军并没找到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2021年8月 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的测试中 美军士兵在B-52H轰炸机机翼下安装了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其后果之一是 某些项目烧钱已经烧不起了 肯德尔说 诸如AGM-183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和高超声速攻击巡航导弹等现有的高超音速项目 将以某种形式继续进行 但他不愿意向公众预判他们是否会成功 在多次尝试后 ARRW尚未能实现完全自由飞行 肯德尔也公开表示对ARRW失望 承认ARRW出现了一些测试问题 而这在开发项目中并不罕见 他还说 目前 美国空军仍在对测试失败进行调查 虽然他希望从中吸取教训 但相关部门或将不得不基于调查结果 最终决定ARRW的去留 他说 美国空军发展的高超音速武器存在劣势 因为若想快速到达目的地 必须在发射导弹之前就已经驾驶飞机到达目的地 而这是不可能达成的 因此他不具备陆基或海基导弹的一些优势 而且在具体操作上 必须要考虑成本效益和一些其他因素 肯德尔去年7月就任空军部长 他最著名的言论是 当有人问他上任后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时 他的回答是 我有三个答案 中国、中国和中国 现在 肯德尔谈到高超音速武器 再次毫不犹豫地扯上中国 很明显 就是因为中国在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技术 所以美国也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追赶 肯德尔说 不过 他认为 虽然美中两国都在积极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技术 但根据各自战略有着不同的需求 所以美国与中国需要的武器不一样 中国的目标是让美军近而远之 而美国则需要高超音速技术作为威慑力 此外 美国需要能够打击多个移动目标的高超音速导弹 但其早期研发的版本更适合打击固定目标 就在上个月 肯德尔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不要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照搬中国